观众朋友好 这次给大家看一下 iPhone 7 Plus 新添加的人像模式 大家都知道iPhone 7 Plus 是有一个双摄像头的 其中新添加的一个摄像头 它是相当于58毫米左右的 一个焦段 这两个摄像头相互配合 就可以产生一个模拟 像相机一样的 景深效果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就抽空拿着我的HS 出来做一个对比的测试 为什么拿i7S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iPhone 7 Plus 它的拍出来照片像素是1200万 那么你在市面上 现在能够见到1200万的 全画幅相机 恐怕也就是i7S了 镜头焦段方面 因为iPhone 7 Plus 它另外一个镜头 是相当于58毫米 索尼这边有一个55毫米的菜丝 它的焦段其实相近 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 拿过来做对比 我今天带的就是55毫米菜丝的镜头 首先说一下画质吧 你用一个全画幅的相机 去对比一个手机 那肯定是完全没有悬念的 所谓的抵达一击压死人 那你全画幅相机压手机 基本上就压好几倍子了 因为这个手机本身的画幅就比较小 所以说它的进光量 尤其是这么暗的场景 它就不够 造成的结果呢 就是噪点非常多 你如果缩小看还可以 但是你放大看以后 那个细节跟全画幅是没法比的 这个对比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iPhone它的噪点比较多 所以说它细节损失了非常厉害 法丝呀 然后美瞳的细节啊 你都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糊成一片了 没法看 那iPhone呢 是使用这个景深算法算出来的 那在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呢 比如像这种肢体比较多 那背景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它就表现的不是很好 在边缘部分呢 你就可以看到 比较明显的这个模糊的痕迹 你像头发 我们自己用Photoshop都很难抠 那它的表现肯定会更差劲一些 主体跟背景的分界线呢 也可以看到有一些 比较奇怪的模糊的光运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算法算出来的效果 肯定是没有办法跟自然的 大光圈的光学的镜头去比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胶外 真正的光学相机镜头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光斑 但是iPhone这个算法呢 可能是比较差 看起来就像是高丝模糊的结果 如果你的背景有很多 很亮的光点的话 那iPhone拍出来的这个效果 肯定就是没有相机来的好 通过这个放大图呢 你可以看到 手机拍出来了 这个经验程度呢 就没有相机那么高了 另外iPhone拍出来的画面呢 就感觉层次不是很好 整个画面非常平 对比度啊 各方面都非常差劲 那通过相机拍出来的画面呢 你可以很轻易地分辨出这种 纵深 这种有前有后的感觉 在一些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这种背景离背摄 不是那么远的情况下 使用相机拍就不是很容易体现景深 那你通过手机去拍的话 你会发现画面就更平了 然后前景背景就分的不是很清楚 效果不是很好 然后一个问题就是对焦 又扯到对焦了 相比于相机呢 这个iPhone尤其是在比较暗的环境下 它的对焦非常非常慢 而且经常会不准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你要用眼睛去看一下 然后再用手去指导iPhone去对焦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慢的 哎呀累死了 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手机拍的比相机还不容易 对啊 它对焦比较慢 超慢的 你手机 你相机比较快 你咋废话 相机能拍的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相机不光确认快 而且非常的准确 可以有助于你抓住 对方的这个表情啊 神态啊 你看这个情况下 背景有一个比较大的光源 所以说会极大的干扰 iPhone的对焦 你可以看到我经过好几次确认 才对上焦的 所以在这么慢的对焦情况下 就很多很多 可能会比较好的瞬间 全部就流失掉了 iPhone它有一个优势 就是因为它是触摸屏 那你可以看到 因为A7S不带触摸屏 在更改对焦点的时候 是非常慢的 iPhone就可以利用这个触摸屏 快速的选择对焦点 但是很可惜 就是对焦速度太慢了 而且不是很准 就刚刚那个表情 为啥对不上焦 对不上焦 等一下啊 这种对不上焦的情况下 实在是非常令摄影师尴尬的 哎呀 妈呀 对焦太慢了 补充一点的就是 因为相机的动态范围比较宽嘛 所以说在一些光比比较大的场景下 那相机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如果是用iPhone拍的话 你可以很轻易的看到 这个有些地方就过曝了 比如说这个圣诞老人的胡子 这种过曝的情况下 你通过后期是根本没有办法调回来的 这边有点曝光了 对啊 它是白的白的胡子 没办法 对啊 最后呢 像这种极限的夜景情况下 iPhone根本就没有办法拍了 这种情况下 对相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你的画幅只要稍微小一点 比如说APS-C画幅的 那你可能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拍 噪点就会很高 更别说手机那么支架盖那么大的CMOS了 不行 他说需要更多的光线 来来来 试一下 试一下 他刚刚好像突然出现 哎 出现了 哎 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拍的真的是 你们平时拍照多吗 家里有相机吗 有的 有相机是吧 就是这有几张照片 就是您看一下 哪一张是相机拍的 哪一张是手机拍的 我觉得慢 其实我是比较好奇 有多少人能够分得出来 这个iPhone人像模式模拟的 和真正的相机拍出来的效果的差别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阶头调查 结果呢 是比较好玩的 我把调查结果呢 分了两类人 一种是有相机拍摄的经验呢 一种是只用手机拍摄 只用手机拍摄的人呢 他们的预测成功率是53.8% 这个在统计学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跟虾蒙差不多 但是有相机拍摄经验的人呢 他们的预测成功率是87.2% 这个预测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对于没有相机拍摄经验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iPhone这个模拟 他们是看不出来区别的 那有相机使用经验的人啊 他可以很轻易的从这个背景的光斑 包括景深判得出来 这个相机和手机的区别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阿波拉机手册只做spy 不瞎BB 拜拜 拜拜